台湾太鲁阁族语言族发展学会8号举办会员大会 同时也举行的太鲁阁族新出发表及文学颁奖典礼 会员们同时也提出很多建言 要作为未来推动文化振兴母语的动力 台湾太鲁阁族语言发展学会8号邀请了会员 来办一年度的会员大会 年终成果当中也邀请杨圣徒校长 制作太鲁阁族的主义教材来进行发表 同时又文学奖的颁奖典礼 希望透过大家的指示广益 让母语推动能够更加顺利 特别是最词的部分 他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还有复述 另外一本因为杨校长一直很坚持 语言一定要建筑在文化跟部落上面 所以他也出了一本 叫做我们的德鲁古的这个 德鲁古的这个文化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文化的学习 我们也能够来学习语言 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当不错的 那另外我们也 谢谢我们的部落大学 部落大学我们也配合他们 我们做了这个小本 德鲁古的小本 这个部分是非常适合孩子 有家庭用的 那其床的时候要说什么样的话 那我们这边都有一些 致词跟词会 我们今天的会议大会 我们也办了第一次的太鲁格族文学奖 文学奖的颁奖一诗 那我们这次文学奖有三个 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赏文 一个是朗读 朗读导 第三个是新诗 现代诗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三个文体 能够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鼓励我们的这个读读 是德鲁古的或者是非德鲁古的 也来投稿 所以我们今年大概有十七篇的 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在做校定 跟审稿 那我们希望在一月底 我们会出一本全台湾第一本的 太鲁格族文学奖的作品 那今年我们还是这样的续版 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 愿意尝试用主语来写文章 愿意来写新诗的 现代诗的这些伙伴 一起来投入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今年我们希望在大家 会员的一些意见 非常多非常抱费的意见 都会纳入参考 今年度配合雨贼组织 我们一起来去做 台湾太鲁格族语言发展学会 理事长回报表示 相当感谢现在许正会 重视太鲁格族国化的传承 也相当支持学会所有的活动办理 在推动族语方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而这次也邀请了 愿民处处长前村前来管理 让业务单位了解学会的运作 相信在会员们及时广应之下 共同来为太鲁格族文化传承 和主义推动来努力 记得中文化传承 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